大家好,可能大家會覺得最近RVP會多點去留意日出漢城東面平台 事實上,這兩個月東面平台的變化相對其他屋苑的施工進展是大的 如果今天RVP是去拍攝Sea to Sky和Marini的施工進度 可能你會覺得和上個月沒什麼大分別,因為只看外圍 但是東面平台最近變化大了,譬如現在你看到這張照片的夜景 是東面平台來的,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看過 理論上,康城開了這麼久,是一兩天才出現的 在東面平台,Montara的底座最頂的動感公園試夜燈 時事留心即學問,歡迎來到VP主仔頻道 未免費訂閱和訂閱我們的朋友,記得訂閱阿波 等下我們會去片看看,這裡晚上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上個月底,VP也出過片介紹的 當然他還未開始安裝夜燈,所以不會有夜景看 剛剛這兩天開始了 首先我們看看東面平台,一個平時VP對上幾個月比較少提琴的位置 因為這個平台之前就是一塊丟空了的平台用地 平台起好了又不用特別改建 但最近VP發現他圍了一些膠板 準備好似有些工程進展 我們去片看看 開頭VP就以為這裏可能都是康城第十一期的發展一部份 所以他繼續圍著一些很高的鐵柱 應該是圍著鐵板,把整個首一期的地盤圍著它 這個範圍理論上都是動感公園一部份 所以這裏可能是很高的 後來VP就在FB看到議員給了一些最新的資料 原來這個位置是一個地鐵終於答應了會起的 將在幼轉外面或者在自南天對出的油蓋行人天橋的通路 其實現在的位置是一個掘頭路 它就會打通通過首都油蓋天橋通道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可以說不是屬於第十一期的工程 是去完善現在它本身原先有的油蓋通道的設計 理論上都應該是一個七成二十四個通道 我們正式開工去起 根據議員的消息 所以這個地鐵終於是地鐵終於想起 如果是首都街坊 甚至是進行街坊 如果是用這條玻璃蓋的行人通道 如果是由右手邊的一角走去地鐵站的方向 它經過這邊就不一定走回衛康才拐回地鐵站私出口 它可以直接走回自南天的油蓋通道 就直接入私出口 理論上又快了很多 換句說話 在東邊平台這邊的油蓋通道 遲些弄了缺口 博通了自南天的油蓋通道過來 之後就完善了很多 同一時間 你看看左手邊 這個原先不是的平台位置已經起了平台 就差不多拉直了一個水平線上來 原先就看到一些在地鐵廠裡的渠拉出來 現在全部的渠遮了 我們再換個角度看 這邊平台其實原先不是平台來的 只有地鐵車廠有幾條喉管伸了出來 現在就全部由地面拉高了一個平台 就全部蓋了喉管 我們再去片看看 左手邊其實是Montara那邊的底座的情況 這邊就是剛剛所看到的 它建了一個架空的平台 遮蓋了幾個地鐵車廠的喉管 平台底其實就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現在變了有蓋空間 這附近有部份 它就把一些沙拆下來 所以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有蓋空間 頂上你看到喉管的上方 其實它就還沒有遮蓋 但是就看到它有些 類似柱的位置 很大機會會再多蓋上去 蓋上去 這個角度我們再增進去看清楚一點 看到如果近住那幾個喉管的位置 還有些光可以投進來 因為球的頂部還沒有蓋過 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滲了一些光在下面平台底座的位置 但是暫時都沒有資訊 下面這麼大的架空空間 其實是會用來做什麼 理論上下面的空間 也有一個很大的有蓋的位置 也有一個很大的有蓋的位置 頂上是約束康城的動感公園 這邊就是Montara的其中一個底座的汽車桌口位 這邊牆應該是用那些植物牆的裝置 去做裝飾 看去上面會看到 Montara這個底座 就跟這個右邊的平台 已經連接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個更大的 合併了的東面康城的平台 我們可以看到 動感公園的範圍都很大 我們轉回來 左邊看下去 這邊就是Montara的底座 上面原先建的動感公園 剛剛看到夜景 試燈的情況 這個就是日側的情況 左邊其實有一個無障礙通道 就給了一條連駁去雙座的橋 就不用走樓梯 就用一條無障礙通道下樓梯 那裡都 起到七七八八 現在轉回到夜景就是這個位置 左邊 這個就是全新康城的夜景 可以說 這邊就是動感公園 其中一部份 也是日出康城第七期的施工範圍 就是工程 這邊就是無障礙通道 其實是起到七八八 都好像是今年第一季可以開通使用的 這裡就成為了康城的夜景 最新鮮的夜景的一部份 我們對比看看 四個月前 那時候平台還在一起 在鋪鋼筋水泥 同一時間 你看到 衛康的時候 還在開的 臨時衛康 去到今天 一月頭 衛康 這間臨時衛康的衛市 正在拆 四周圍 已經圍住 一些新的鐵柱 就會建一些 鋼鐵的圍欄 應該會是 康城第十一期的施工範圍的一部份 可以看到 之前 這一段 都還沒有開始拆 現在拆下拆下拆下 都拆到八成九成 整個臨時衛康 就 移回平地了 很快 侵集中 日出康城東面平台 剛剛說了分了三部份 其實整個平台 如果根據地鐵規劃 應該會建造 東京公園 整個平台最主要的部份 另外有小部份 在流違的學校 例如現在有一間幼稚園 一部份 也是規劃了 建造小學 最大部分的臨時共同感公園是新建的平台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各位收看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記得訂閱 下一集見 Mufi Channel